今年的国庆档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正巧赶上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作为献礼片三节的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 攀登者 中国机长 已经摩拳擦掌等待上映了 此外 由于动画片哪吒的一军突起 也让观众对国庆档的两部动画片 雪人奇缘和丑娃娃 期待值暴增 今天小编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几部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这部影片 由前夜 相遇 夺冠 回归 北京你好 护航和白昼流星等7个短片组成 记录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经典瞬间 如开国大典 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香港回归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等 从小人物着眼 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 此外 我和我的祖国集结了陈凯歌 张一白 管虎 薛小璐 徐峥 宁浩 文木爷等7位知名导演联合指导拍摄 共同为这部影片保驾护航 再加上黄渤 葛优 吴京等实力派演员的支撑 让我们对这部线里片有了更多的期待 国庆当另一部立作 攀登者在观众心中的期待值很高 目前已经超过了25万人表示想要观看 该片讲述了1960年中国登山队完成国人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故事 登山能解决吉人的吃饭的努力吗 这部电影集结了吴京 张子怡 张义 景博然 胡歌 何林等众多实力派演员 作为百亿俱乐部成员的吴京有望创造新的记录 此外攀登者也是胡歌今年继南方车站的聚会之后第二部电影作品 观众对他的期待值也非常高 从目前看来 攀登者有望登顶国庆当票房榜 电影《中国机长》也是国庆当备受期待的影片之一 影片根据2018年5月14号 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勤的真实事件改编 讲述了中国民航英雄机组成员与119名乘客遭遇极端险情 在万米高空直面强风低温坐舱试压的多重考验 从这部影片的故事背景可以看出又是一部催泪作品 很多网友都已经开始提前准备纸巾了 此外 该片的演员阵容同样十分强大 张寒宇 欧豪 杜江 袁玄 张天爱 李沁等众多备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强力助阵 为这部影片注入了充足的燃料备战国庆当 相信中国机长的票房成绩也不会差 随着哪吒以黑马之姿杀入中国电影票房榜第二位 给动画片领域带来了不少关注度 同时也让国庆的两部动画片雪人奇缘和丑娃娃备受期待 其中雪人奇缘是东方梦工厂继《功夫熊猫3》之后的又一例作 很多观众认为蛰伏三年的东方梦工厂这次估计会憋出个大招 此外这部动画片还加入了中国特有的家文化情感元素 希望在更广泛的年龄层引发共鸣 打造拥有丰富中国元素的何家欢动画电影 另外一部动画片《丑娃娃》是为亲子家庭量身定做的 何家欢动画大片 加上丑娃娃本身的热度 使得这部融合了高萌角色形象和欢乐冒险的作品的前景 一片大好 整个国庆档的影片类型还是相当丰富的 观众们既可以选择在献礼片中感受满满的正能量 也可以在动画片中感受一下何家欢的喜悦 至于怎么选 网友们自行判断吧 一股视频独家策划 请不吝achment